Terry会玩的很多,他是个随机玩家,他没有自己真正的命好像,我记得,好,好,比赛开始,马老师的林克对着Nuno对Terry,这是比赛图,哦,Town City,这个图你觉得是谁选的,这个图,我觉得是Nuno选的,应该可能是Nuno,因为Town City他两边的距离稍微短一点,上面的距离大,然后Terry的那些招的话,横向机飞比较强, POWER DUNK什么的,横向机飞一下,横向机飞比较强,跟Nuno打,以后得搬这张图,而且这个图,哎呦,差一点,哦,漂亮,哎,马老师又来了,哦,这要吃一套了,POWER DUNK,OK,一旦被手边的话,就死了现在,哦,差一点,哦,漂亮,哦,漂亮的出盾,这个上帝出盾6针, 哦,马老师们忘了一顿了,跟着出盾还是挺好的,哦,漂亮,哦,这攻,但没事,因为Terry没法阻止回场,再去现在的时候, Terry现在正在寻找击杀,对,只要到边上就行,Nuno先来打法,更多的是边上击杀,有点像Nuno,真的,他基本上已经放,我觉得他基本上已经不太怎么,先控制距离, 在那个场,在寻求边上击杀,我看现在Nuno都是这个打法,尤其他队那种剑决,因为,哎呦,上帝出盾6针,对,凌克这个还击杀特别猛,现在Nuno找了新打法,就是更多是先控制场地,然后在边上一个POWER DUNK,因为他现在不太怎么用长的那个,就是说出来那个,他不太怎么用了,因为都知道怎么SDI了,所以他现在就不用了,这是我最近跟他打的时候一感觉, Rubanko,哎呦,马会认为没撑法,哦靠,现在对Terry是特别难受的手,这两个道具确实让Terry不太好近身呀,对呀,哎呦,死不了,死不了,因为Terry太沉,差一点点,但是,哎呦,漂亮的Rubanko,漂亮的Rubanko, Rubanko,哎呦,为什么抓,啊,抓死了,抓死了,190了,但是对,但是对Nuno来说100才是开始,对Terry来说应该100才是开始,看这个大众,哦,漂亮的Jab Lock,Jab Lock,追,追手伸,对,这没办法,Nuno是真没办法,手伸失败了,对呀,我会觉得他可能就没想周深, Rubanko,哎呦,不考虑自己回场吗,Back,哦,这个捡的炸弹漂亮,哎呀,现在Nuno一直找各种方法,想要晋升马老师,但一直被这三个道具,一直阻止,对,主要是个炸弹,炸弹处理不了,就特别难受,炸弹 Rubanko,还有他的回旋标,完了,完了,没事,没事,没事,死不了,Rubanko,死不了,因为百分比还行,刚才要是一个反,如果是反向上臂,如果是反向上臂的话,可能会死,哎呀,马老师失误了,不过77了,Terry,是100左右,Terry还也是死, Rubanko的击杀太猛了,我觉得应该改一下,Rubanko的空前击杀非常猛,对,他不是空前,Terry,横跳,哦,没办法,没办法,这个没办法,确实,对,因为他从下面回来的话,有可能会被一脚踢, 他下面回场,也可能会被打到,因为他那个脚在上臂,在回场的时候也是暴露的,特别难受,没办法,毕竟林克不太需要特别过了,林克更多操纵自己的主攻权,哦,这选的是,终点,终点,其实选终点, 这马老师,马老师跟我打的时候,第一局永远把终点,第二局不办,然后我每次第二局都看马老师打,打一篇终点, 不过,终点,因为有平台的话,对林克会好一些,终点的话,我不知道为什么马老师每次第二局这样,就不会把终点终点终点,因为终点的话,终点一个是中间的利回空间比较小,还有一个是没有平台,对,主要是没平台, 马老师的炸弹多数都是以平台为重一些,所以说,不知道为什么, 这个炸弹一般放在,如果有平台的话,就放在中间,或者是两个平台上,对,平台上的,非常好,场地控制是非常有效的, 好,漂亮, 对,我感觉弄的应该多发波, 是多发波,应该多发波,但是问题, 发波之后,他找不着机会,现在是, 主要是他发波之后,找不着机会,这是最麻烦的,你看, 马老师节奏控制非常好,不太好跳入, 对, 炸弹, 哦,他炸了,呐喊,哦,这都是独到的, 不是独到的,这都是算好的, 这都算好的,不,这都算好的, 他一个前提压他起身,然后, 对,然后知道你会翻滚,所以说就, 就先考虑好了,先, 因为你翻滚的话,你要有准备是, 能惩罚的, 哈哈哈哈, 努努难受啊,一刚讲过去, 一个炸弹打脸上, 有办法啊, 对, 哦,呀,有办法, 哦,漂亮的炸弹探口, 但是领克太沉了,哦,危险了, 这一下,哦,还好, 哦,还好,百分比低, 哦, 失业, 哦,这应该死了, 啊, 进身失败, 台里最大的问题, 踹上的问题还是就是, 必须得靠冲到脸上来, 就是说他得硬赌你的招, 嗯,你骗,能骗, 你能做的骗手越多,弄得越难打, 台里进身是很强的, 对,但是非进身, 中继驴对抗, 以防跳跃也是很强的, 对, 因为要两个招都可以直接打跳, 对,但是问题是他怕武器翻顶, 嗯, 马老师不给他机会, 对啊, 马老师领克的那个大事件, 本身就是武器翻顶, 所以说, 腿的话好像也类似, 腿好像也是武器翻顶, 所以说是很难受, 而且打盾非常安全, 打盾只有减三, 诶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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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的话刚刚 Terry 其实没 哇 这个太漂亮了 这个漂亮的 Terry 我擦 毕竟是马老师 哦 Terry 有一个自动转身 所以他有的时候会滚到你身后 哦 转起身 转到了 是这样 那个自动转 人 一般人转身好像六针 还是怎么来着 然后他那个 Terry 能自动转身 把那个六针给自动给你取消了 就少了六针 他自动转身是一针应该是 是一针吗 这个转身的动作是一针 哦 反正他是 反正是跟一般人不一样 我知道 那肯定比一般人会快很多 快很多 我擦 他可以直接转 直接jab 直接就问 我打太远的时候特别容易看过 因为 比分是不是要 对要改一下 对 不好意思 马老师是二了吧 马老师是二了 这不忘了我听的 马老师是两分 好 又是FD 又是S 赢 Nunu 看来跟我一样 小马一样就是 马老师不太喜欢打那个终点 应该是 虽然说他现在已经会了 哦 这个音乐很令人还年童年啊 哈哈 马里奥 对 一代的 又是马里奥 哎 这个车反了就乱难受了 还好 我看Nunu应该打得再细心一点 不是 再耐心一点 是 我去 Nunu 但是他 有点着急想打马老师 对 又打到盾上了 哎 本身这个队局也确实劣势 因为远距离他就只能发不过 他发不过又发不过林克 这个意思你懂吧 哦 那肯定倒计对不过林克 对啊 所以说他就没什么办法 哦 独队了 但是 哦 是跳了还怎么躲 不是呢 哦 哦 蓝回场 Bina Binco 哦 这是炸弹Lock吗 还是没受身 不是 就是抓手伸 他那个 你手伸弹到地上 有有几 有几针是可以可以重罚的 哦 可以 干嘛 哈哈 就像路奇娜 你下T打到人 他要滚到地上 你过去接一个下S 是一样的 哦 呦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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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D了 不知道是错错了 还是就想打毛老师一下 这就不知道了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想打毛老师一下 毛老师打到那边去了 然后 毛老师这太实不练了 我感觉已经在气势上 对 他现在已经有点难受了 已经就不知道该怎么 也应该打懵了 对 哈哈 我看 这就是不长错的话 林克种重型依然肯定 哎 哎 哇 马老师这个手伸太强了 马老师这个炸弹回场 一 一百一百七的打打到 都能回来 打到下面都能手伸成功在上币 这就这就是马老师 哎 屎哥 欢迎屎哥 哈哈 这就是马老师 哈哈 因为以前 你可能还没回的时候 19年 啊 那个时候我们就周六周日 可能没有比赛的时候 我们就组织一下小的聚会 啊 那个时候马老师 如果我们双顶化 马老师一般都先到嘛 他在双顶那住 啊 然后他每次先到的时候 他都是在训练场练各种战弹回场啊 什么什么什么 一本功太强了 对 他就他应该在家 可能不打网站也会练这个 这就是马老师 嗯 没有抓 哦 漂亮 努努达我说还愿意下面回拦我 现在拦都不能 他最为马老师一点想法都没有了 林克的上币太强了 嗯 努努达到努努达 努达努努达的时候 一般都过于稳 你懂吗 他走太稳了打的就跟他原来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我跟他打 我上次你上次我记不记得我赢他了吗 嗯 后面打的时候特别明显就是他怕了 漂亮 他做什么都不像以前就可能更多跟我打可能更多凹一些 更自信 他他一旦努努达在比赛头就 就跟现在有点像就是你看特别慌 就更多等 心态就稳 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不像平常的努努 说实话 我打开来的感觉是这样啊 没事 死不了 年珠盾你就不会死 但是 很难了这个 对 这回场就很难受 就是因为这个 林克的炸弹手边可以让林克的 对 那手边的范围增大 这个提位表能上升一个等 对 而且这一图还是终点 没有板子可以救你 好 危险了 怎么着啊 啊 没有上轮 哦 这个漂亮了 但是哦 啊 没办法 林克的空前实在太强了 行 恭喜王老师3比0轻松的获胜